听说我盯课后 唐哥一家立刻宣称将侄子过季给我 侄子学费他们找我 上兴去搬找我 就连全家出国旅游 也敢跟我开口要钱 听说我买房 唐哥竟找过来 让我换个小区买 这不是学区房 我儿子以后上学不方便 我气得不轻 脑子有炮就去治 我买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唐哥听了竟然大怒 儿子都过季给你了 你所有财产都是他的 买房不该经过我同意吗 什么时候过季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时没说话 不就是默认了吗 唐哥振振有词 我冷着脸表示 作为孩子父母 抚养孩子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别来找我 唐哥一怒 竟连和家人将我杀死 抛尸荒野 再睁眼 我回到唐哥笑着说 要把儿子过季给我养老时 我一口回绝 不用了 养老的事情不用你替我操心 四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儿子遍地都是 一 丁克 啥叫丁克 妈 丁克的意思就是不生孩子 孤独终老 不生孩子 那等你死了以后钱怎么办 伯母说完 唐哥眼神刷得一亮 激动地坐到我身边 兄弟 把小海过季给你养老 咱们这也算是亲上加亲 你看怎么样 声音恍惚 画面模糊 唐哥一家人 贪婪的嘴脸 在我面前直打转 我痛苦地敲了敲太阳穴 头痛逐渐缓解 眼前的身影也变得清晰 小远 你唐哥说的有道理啊 把小海过季给你 你以后就不愁 没人给你送中了 伯母脸上带着笑 眼中带着算计 同时招呼唐哥的孩子 我的唐指小海给我倒茶 小海也毫不犹豫 端着茶杯便走了过来 不容拒绝地大喊了一声罢 手指触碰到茶杯的瞬间 我猛地一缩 茶杯直接掉在地上 啪的一声 茶杯碎了 我眼睛却顿时睁大 终于缓过神来 我这是重生了 唐弟你看你还激动了 突然有了儿子受不了是吧 小海 还不赶紧给你爸再倒一杯 唐哥一脸谄媚 笑着吩咐侄子 我把手一举 等会儿 咋啦唐弟 要掏红包啊 哈哈 不用给太多 最近小海开上了一款游戏机 也就八千多块钱 你给买了就得了 我的嘴角扯出一丝牵强的笑 沈氏一般看着这一家四口 上辈子 我可被他们害惨了 二 前世也是同样的场景 最初是唐哥调侃我新找了个好工作 月薪大几万 让着想让我请客 我不是吝啬的人 马上就同意了 本以为就是本家兄弟二人小聚 在我屋里喝点酒就行了 不承想 他们是拖家带口上了门 连他妈都带上了 这下菜点的不够 只得再下单 唐哥说不要折腾了 再简单点些外卖就行 然后不由分说 拿着我的手机就开始下单 点了一大堆 可后来 我查后排 才发现他还下了好几单其他收获地址的 这是拿我的钱 给他们夫妻俩的同事 孩子老实卖好 我心里不爽 隐晦的提醒了他一句 毕竟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结果他却跟我说 嗨 多朋友 买的这些也不少了 够了够了 合着他这话的意思是 我是在埋怨他买少了 对这种人 我实在无语 就想着早点吃完早点结束 以后少买网 然而吃完饭 这一家人没有要走的意思 几个人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七茶倒水打游戏 不拖鞋 就往沙发上躺 不知谁提到了结婚的话题 他们就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我随口说了一句 我丁克 伯母就延伸话题 问什么是丁克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 他们立马就来劲了 开始操心我没孩子的话 死了以后钱给谁 唐哥反应快 说把他们的孩子小海 过季给我 那算盘打的 八百里外都能听见 从侧我饭不要脸地带 一家人空手上门 再拿我的钱点外卖走人情 这人品 这素质 我就是捡个孩子 也不可能要他家孩子 可话不能直说 我当时就是笑笑没接话查 结果没想到 这家人无耻到了 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三 事情发生第二天 侄子就独自找上门 张口就对着我叫爸 叫得我直接愣了 我让他叫叔叔 结果这孩子不支声 伸手就跟我要钱 说学费不够了 他亲爸让他上门问我要 我当时就气笑了 但又不好针对一个小孩 于是转身打给了唐哥 唐哥开口便说 嗨 小海到家心心念念地 一直念叨你 说到学费的时候 这个死孩子咬死了 让他心爸掏 还说他心爸赚得多 想我们没用 我看向侄子 侄子贪婪的眼神 已经表露了一切 见我正瞅着他 他马上又使劲点头 抢过我的手机就喊 没用的爸爸 穷鬼 切 我让我心爸给 那声音很大 把邻居都喊出来了 我没办法 当时只想着稀释宁人 就随便套了一千块给他 说这算是给他补的压岁钱 但是以后 可别叫我爸了 拿了钱 侄子满口答应 转身就跑 我以为这事也就到这了 可我低估了人性的贪婪 这次过后 侄子又陆陆续续上门 朝我要兴趣搬等各种费用 第一次我就没想给 更别说后面这几次 本着可疑不可再的想法 我直接拒绝了 但夹不住他脸皮后 后面还是坚持不懈的上门 找各种理由要钱 当着众人的面喊我爸 搞得门铃响 我都不敢随意开门了 每次都得先看猫眼 是他一家的话 我连门都不开 可没想到 屡次无果 没让堂哥一家支持而退 反倒御家放肆 竟直接找到了我的公司 那天我上班 侄子连学校都没去 鬼妹一般出现在了我的工位旁 当着众多同事的面 大声喊我爸爸 我当时脑袋都炸了 立刻纠正他的用词 强调我只是他叔叔 侄子使劲摇头 说他已经过季到我名下来了 我就是他爸爸 他还大声说 以后要给我养老 还贴心的给我带了午餐 一份咬了几口的煎饼果子 不知情况的同事们调侃我 说白捡了这么一个懂事的大儿子 真幸福 正值初中的侄子 心眼也不少 直到推波助澜 不停的给同事们鞠躬问号 接着就跟我说 要带我出国旅游 带我出国旅游 我都不信这话是真的 侄子猛点头 旅游地点都订好了 爸 你给我五万 我帮你订机票 噗 我差点没把早餐喷出来 五万 你们一家真把我当冤大头了 爸 侄子见我的表情后 马上开始咧嘴 眼泪在眼眶内打转 我特别想去 我想让你带我一起去 就我们两个 好吗 听到这话 我是真佩服他的变脸绝技 我又不想去国外 更别提出国当冤大头了 这回头 腰子都能给我整雷 我当即冷脸拒绝 侄子见我不肯给钱 就在公司打滚撒泼 一哭二闹三上吊 让我在公司里的形象 大受影响 我只能一边跟同事们解释 一边给堂哥打去了电话 告诉他 别再纵容孩子瞎冒头了 堂哥却反而怒意满满 倒打一耙 孩子都过计给你了 你连这点钱都不愿意掏 你怎么这么抠 我冷得连反对回去 什么时候过计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时没说话 不就是默认了吗 电话那头 一派阵阵有词 四 我背着奇葩一家 折磨得身心俱疲 准备重新买房 换个新地方 以后跟那家子不再来往 结果我刚订下房子 堂哥一家人不知 从哪打听到消息 又找上了我 堂哥非说我订的那房子 不是学区房 以后他儿子上学不方便 让我换一套 我是忍无可忍 直接开喷 脑袋有炮就去治 我买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叫没关系 孩子都过计给你了 你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 买房不该经过我同意吗 我被气笑了 当即开门指向门外 滚 我可没说过要过忌 你儿子你自己留着 以后别来往了 别总舔这个大脸 上门来打秋风行吗 堂哥一家灯屎变脸 骂我不得好死 说的话不算数 就不配做男人 又说我绝了后 这财产本就该留给侄子 但随便他们怎么骂 我当时只想让他们滚蛋 指着门就让他们滚 我的财产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 但是跟你们绝对一毛关系都没有 我死以后 捐给国家都不会给你们 见我如此执着 堂哥暴怒 从腰间掏出刀就捅向我心口 刀柄拧转肩 他咬牙漫骂 房子只能是我儿子的 财产只能是他的 你不给我 那你就去死 我被活生生捅成了筛子 死去后 我灵魂飘荡 看着他们一家人残忍的将我分尸 丢进了农村老家的分尺 我的户口本被他们找关系篡改 将侄子名字加到了我名下 对外只说我出国旅游了 而后 将我新买的房子和财产 逐渐挪到了侄子名下 我的意识咆哮着 只想掐死这群畜生 但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 拿我辛苦挣的钱肆意挥霍 逍遥法外 万幸 我重生了 五 记忆猛然回笼 看着眼前的堂哥一甲 我紧咬的牙齿 越咬越紧 堂哥回忍不觉 直接拿出手机 打开某栋放到我面前晃悠 你看 就是这款游戏机 超级棒 没事的时候大人也能玩玩 还支持一年保修呢 小海 还不赶紧谢谢你爸 堂哥贴了一脚侄子 侄子做事就要跪下 我抬手打断 一脸假笑看向堂哥 他正式备战中考的时候 这游戏机是给他买的 还是给你买的 哈哈 谁玩都一样 都一样 一旁的堂嫂白了堂哥一眼 什么都一样 我看就是你想玩 臭不要脸的 还想靠你儿子要 小远 你听嫂子的 不给买 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 呵呵 这一家贪心沙比 我靠在沙发上 不再如前世一般 只想含糊过去 戏是凝人 直接打开天窗说话 堂哥 小海是你的孩子 不用过寄给我 堂哥继续舔着脸笑 嗨 我的不就是你的 你不说你丁克腰 有个儿子还能给你养老 多好 堂嫂和伯母也跟着连连点头 三人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堂哥拉翔 他们都知道是啥形状了 他打啥算盘 另外两个人能不知道吗 两人还假惺惺的跟着劝我 小远 小海这孩子孝顺 听话 而且学习成绩好 过寄给你 那是你的福气 哪有人能拒绝福气的 对啊小远 你伯母说的对 小海你还愣着干嘛呢 再去倒杯茶 这时就这么定了 面对这一家人的喋喋不休 我猛的一拍桌子 脸色阴沉了下来 我说我不要 就是不要 他们一家四口面面相去 堂哥开口问我 怎么还急眼了 这么好的儿子 为啥不要啊 我直言不会 四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儿子遍地都是 我养老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 我的财产也不用你们惦记 刷 此言一出 他们一家全都变脸了 小远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就是 怎么把我儿子比作蛤蟆呢 你这个当叔叔的会不会说话 我吃笑一声 笑道 抱歉啊 话可能说得有点直了 但是我可不是乱说 首先 小海学习成绩好不好 你们比我清楚 上个月在班里还倒数第八吧 其次 他调皮捣蛋 经常欺负女同学 堂哥你说说 你被叫去学校多少次了 还有 小海长得至寒惩 四人齐齐看向了我 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继续说道 最重要的还是我跟他八字不合 别说过忌 就是当他叔叔都不成 所以啊 来 小海 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郑重其事的交给了侄子 叔叔命软 他备客 以后 你就别轻易来找叔叔了 好吗 这话说得非常明显 意思就是 你们一家没事也别来了 六 郑成元你什么意思啊 最先坐不住的是伯母 见我手撕他孙子 那老脸气得通红 我们家小海 怎么你了 值得你这么损他 他越生气 我脸上的笑容越浓厚 我父母没去世前 经常受旁哥一家子的气 他们家不管干什么活 自己不愿干 都会吩咐我爸去干 大到垒墙修屋子 小到农活除烂草 连化粪池都要我爸去帮忙掏 我爸为人老实 加上他是大哥 总说弟弟家里有事 他不能做事不管 我妈和我看不下去 为了这种事 没少劝他 小忙可以 但是不能把咱们当仆人一样使唤 后来有一次确实没去 我这个伯母就来家找了 说什么盛世哪里招待不周 还是哥俩感情淡了 这点活都不帮着干 他怎么不说自己家爷们 整天钓鱼喝酒 脏活累活都给我爸留着呢 我和我妈咬死不同意 说我爸田地里也有活等着忙 伯母一听 板着脸就走了 后来我家要盖房子 因为农村房基地都是哥俩挨着的 别的地方不行 结果伯母跳出来了 死活不同意我们盖 还说让我们继续窝在那个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停好 我们家不配住新房 我妈跟他吵 他还想拿锄头打我妈 还是我爸发火 拿着镰刀给他吓退了 这才作罢 这家人的嘴脸 打那以后我爸也彻底看清 但是血脉相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往日的恩怨慢慢又被磨平了 他们蹬鼻子上脸 一步一步试探 又把那些脏活累活留给了我爸 私下里还说我爸吃饭桶 一顿饭就要吃四 跟油条 这都是这个恶毒女人说出来的 都说老一辈的恩怨不牵连小辈 但我打心里就没想跟他们亲近 日常走动 也就是走个面子情 尤其是我爸妈去世后 我回村更少 见他们自然也更少 可爸爸念旧 临死前交代我 能看顾堂哥一家 就还是看顾一下 毕竟是血脉兄弟 我孤孤单单的 将来万一有事 他们也能照应一下 我听了我爸的话 可惜 我们谁都没料到 他们的贪婪与自私 最终 将我送上了死路 气 你说话呀 是不是颠巴没了 都没人管了 伯母吵我大吼 我脸上瞬间转了 伯母 你这么大年纪了 说话注意点用词 行了行了 别吵了 见我动怒 堂哥赶紧跳出来打圆场 还让唐嫂把他妈拉进了卧室里 堂弟呀 消消气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对不 打住 你这好我可受不起 如果还聊过忌 就不用再说了 我的意思很明确 这儿子我不要 另外 我现在说丁克 以后不一定真的丁克 退一万步说 我就算丁克了 财产为什么非要留给你的孩子 格局放大点 我资助山村报效国家不好吗 堂哥假笑着 哈哈 别傻了 咱们是一家人 有那钱 但傻给外人 我也笑了 咱们很亲吗 堂哥的笑容 戛然而止 你啥意思 我啥意思 堂哥你听不懂 我家受你家气的时候 你也上初中了吧 这些是你能忘 我可忘不了 亲的话 我爸去世的时候 伯母来了吗 死都不看一眼 现在跑来 要把孙子塞给我养 那是他们愚蠢 那时候我怎么说他们 你也知道啊 说这话的时候 他自己都心虚 我都懒得说他了 盖房的时候 拿锄头来阻止的 可不止他妈一个 全都是白眼狼 见我不说话 堂哥立刻撂下话 行了 多都不说了 你要是以后有孩子 财产什么的分我儿子一半就行 要是没有 一分钱都不能给别人 都得留给我家 我一脸问号 好家伙 过季不成 直接想来抢抢了是吧 我这才明白 过季不过是他们 想拿我钱的一个理由 就算是不过季 也不会放过我 好好好 这辈子 我本想着好好珍惜 重来一次的生命 跟畜生批心关系就行 但现在 我只能动手收拾你们了 爸 说好了没有 这都几点了 伯母的气还没消 嚷嚷着走出了卧室 唐嫂也白了我一眼 侧靠在了沙发上 唐哥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一副合适老的模样 行了 把气都消消 谈好了已经 只要他不生孩子 财产全是小海的 如果结婚生子 那也得拿一半 出来给小海 生什么孩子 还是不是男子汉 说好了 叫什么丁克的 你还生什么孩子 要我说 财产都该是小海的 伯母指着我 托墨星子喷出去了好远 这家人 完全反客为主了 都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 我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 淡淡道 脑子有病就去治 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吃了饭就赶紧滚 我要说出屋子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是你伯母 这是你堂哥堂嫂 你还知道 只是个伯母堂哥呀 你们算什么东西 跟我在这15喝6什么呢 是不是等我报警 让你们滚才开心 一听说要报警 堂哥第一个坐不住了 连忙起身 咒骂了我几句 郑成员 我真是把你看走眼了 简直一混蛋 妈 我们先走 这个王八蛋 我早晚收拾他 人是堂哥喊走的 至于为什么他这么怕警察 呵 因为他手上有人命 酒 上梁不正下梁歪 侄子在学校横行霸道 跟他爹脱不开干系 十几年前 堂哥刚结婚那会儿 家里穷得要死 锅都戒不开 他爹妈跟我家借钱 借过几次不还 我妈就不让戒了 堂哥纯纯是个有手好闲的人 除了钓鱼就是喝酒 根本不愿上一天班 后来借不到钱了 就去偷 因为老家附近有钢厂 里面有很多废铁废钢 他晚上喝完酒就钻进去偷 这件事只有几家人知道 偷了大概几个月 他们家也有了点钱 吃香喝辣了 可事情没多久 堂哥突然要出门打工 这对一个有手好闲的人来说 非常不合理 当然 大多数人觉得他喜心革面 也没当回事 只有我注意到 那镇子钢厂里 有个保安离奇失踪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说实话 当 时我也没把这件事 跟表哥联想到一起 累瘦小 觉得谁敢随意杀人 直到我自己惨死在他的手里 见识到他熟练的分尸方式 和粪池里藏着的那具 已经成为森森白骨的尸体 我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既然他早有血债 那就薪酬就这样一起算好了 十 金氏比前生翻脸翻得快 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选择搬了出去 住酒店 不是因为怂 而是堂哥真不是人 本来就是杀人犯 他根本不介意再背负一条人命 刚到酒店没一会儿 唐嫂给我打电话 我不想接的 除了恶心我 他们一家会干啥 但是架不住他一直打 我烦了 唐嫂今天把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自己生的孩子 自己不会养 干嘛指望别人 传出去好听吗 唐嫂沉默了片刻 我几个喷嚏憋着没打出来 不定怎么骂我呢 小远 你力气怎么这么重呢 你平心而论 我们是不是为了你好 现在多少空巢老人 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呵呵一笑 且不说我现在刚三十 死亡离我遥遥无期 就说我有钱不会去养老院 为啥非帮你们养孩子 再有 我领养个听话老实的孩子 不比你们家那个混世魔王香 最后的最后 你们家小海八字真的克我 你知道我信这个东西的 如果还想跟我说 这个就挂了吧 没时间陪你闹 我把话全都抛了出去 唐嫂赶紧插嘴 你先别挂 我跟你说别的事 不是这件 是关于你找对象的 你看也老大不小了 俗话说 一个嫂子半个娘 我是想帮你介绍介绍 你情绪稳定点行不行 呵呵 我差点冷笑出声 好一个嫂子半个娘 你们除了坑我 还会有别的想法吗 但是我喜欢听坏人 灭亡前的狂欢 也顺便看看她想干啥 我们村村花柳如烟 你应该听说过吧 我把她介绍给你 噗 我一口茶水 差点喷出来 柳如烟 远近伦明啊 高中早恋打台 大学重样媚外 还为了钱出去卖过 这货色 给我介绍 不过我仔细一想 觉得不对劲 差点忘了 唐嫂跟这个柳如烟 有亲戚关系 柳如烟是她远房表妹 厉害 果然人坏坏一窝 我对唐哥这家人 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你们吃饼 准备家住拿人来换我财产是吧 还拿这种货色 我的好唐嫂 本来没想对付你的 既然你把我当傻子耍 那就只能把你的光荣历史 也扒出来了 十一 说起我这个唐嫂 历史一点都不比唐哥少 唐哥犯了是 跑外地那段时间 他就跟一个姓韩的来往密切 这件事 其实村里不少人都知道 只是邻里邻居比较敏感 加上我唐哥回来了 就没人提过 我仔细扒了一下时间线 侄子的年龄 跟唐哥跑外地的时间 完全吻合 唐哥回来后没多久 唐嫂就宣布怀孕了 小远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思绪刚飞出去 唐嫂催促我 我笑了 是韩双胜加隔两排的 那个柳如烟吗 我特意把韩双胜 这个名字的语气加重 唐嫂一定能听出话中另有他意 唐嫂沉默了一会儿 小远 你是不是有病啊 咋的了 我好心给你介绍媳妇 你拿谣言内涵我 太急了 太急躁了 一点都不懂得掩饰 要说韩双胜的事情都过去十几年了 现在提起来还这么容易动怒 说没事 谁信啊 嗯 可以研究研究 唐嫂误会啊 我内涵你什么 我警告你 你唐哥脾气不好 说错的话 惹是别说我没提醒你 哎 好的 柳如烟你见不见 唐嫂 你介绍的人 我信不过 你 你无药可救 多谢夸奖 不见啊 唐嫂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即给村里一个兄弟打电话 让他务必想办法 把韩双胜的头发给我带过来 没关系 为了搞死你们 这钱我出了 十二 童佑的办事效率不是一般的快 第二天就带人信封来找我了 进门便问 兄弟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兄弟一脸神神秘秘 倒是倒给整懵了 知道什么 你拉倒吧 还瞒着我干啥 肯定是知道了 否则要韩双胜的头发干啥 你 我眯封的眼睛看他 得到啥消息 兄弟抿着嘴 神色凝重点头 妈的 韩双胜不是人啊 他搞你嫂子 我马上要扬起个嘴角 凭借惊人的毅力使劲压了下去 继续说 你不是让我搞头发吗 昨天晚上我就请他吃饭 你是不知道 这几年韩双胜混的狗屁不是 听说我要请他吃饭 差点管我叫爹 酒端上去就炫 没炫几杯就喝多了 然后就跟我说 说对不起你 兄弟歪着没看我 我顿时脸一板 对不起我啥 他说十几年前的一天夜里 你嫂子 你嫂子夜半三更敲门来 他穿着大裤衩子去开门 两双眼睛一对视 翻云覆雨就是一个小时 哇 你肯定是知道消息了 要他头发是想验DNA吧 说实话 别验了 韩双胜现在上炕不费劲 你让小海回来 认爹不是找苦吃吗 怎么 他承认是他的种 我反问 兄弟点头 韩双胜说了 近欲半月无人问 阿嫂敲门来送人 纯度年度液化度 毫无保留入了门 没多久就怀孕了 测算时间 十有八九 妈的 这个韩双胜还挺有文化 出口就是颜色诗 我当时还敬了他一杯 不过马上就给他两个耳光 赶我兄弟的嫂子 那 说实话 那也是你嫂子主动送上门的 这老大衣光棍 谁受得了要穿睡衣上门的呀 我笑着拍了拍兄弟 点头道 行了我知道了 兄弟 别干违法犯罪的事啊 大不了告诉你哥 让你哥自己看着弄去呗 本来他们家对你们家就不怎么低 咱不管之事 放心吧 我肯定不管 你也暂时别往外说 知道不 另外还有件事 你让韩双胜等我消息 让他跑路就赶紧跑 一刻都被耽误 兄弟愣了愣 跑路 有这么严重 我点点头 嗯 记住我说的话 13 送走了朋友 我侧靠在床上 拿着信封笑容满面 正在这时 唐嫂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我现在可太有兴致了 想了一下就接了 喂唐嫂 你好啊 热情的把唐嫂整不会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你在哪呢 怎么不在家 我在酒店呢 唐嫂有什么事呀 酒店 你自己有房子去酒店干嘛 不知道省点钱花吗 嗯嗯 省着花 行 还有事吗 有 马上过期给你的儿子 要交学费了 你把学费交了 也不多 五千块 你别想不给 我知道你们公司的地址 反正儿子过期给你了 给你介绍对象你不要 这钱一分都不能少 该你付的你必须付 另外 你赶紧退房回来 小孩以后的开销大了 用不着的钱 别花 我笑意越来越浓 唐嫂 你看这是整的 我手里确实有钱带着 但是要干点重要的事 而且现在钱还不够呢 什么重要的事 刚拿到了寒霜生的头发 哦对了 以前小海在我家住 她的头发我也有 唐嫂听完一下子急了 你想干嘛 哈哈 唐嫂你别急呀 我最近不是手头拮据吗 正四处找人筹钱呢 小远 唐嫂告诉你 你别干那些傻事 那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你缺多少钱 我给你还不行吗 我压下冲天的笑意 不多要 五千 好好好 我给你 你别乱来好吗 电话那头 满是惊慌 小海过激的事 我会跟你哥好好说说 多听听你的意见 嗯 都不用我出 多好 十四 这边唐嫂电话还没挂 唐哥电话又打进来了 唐嫂 我哥给我打电话了 就先挂了哈 小远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啊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你在哪个酒店 嫂子当面跟你说 就你这水性洋花的女人 告诉你地址 我怕你吃了我 我直接挂了电话 转接了唐哥的 郑成远 听你嫂子说你搬家了 对啊 怎么了 别以为你搬家就能逃 电话那头 唐哥怒气冲冲 话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了 小海给你养老送终 你的财产无庸置疑 必须有小海的份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要是敢把钱给外人 可别怪我不客气 以前你有爹妈还能罩着你点 现在你就是孤儿 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长胸如腹 我毫不遮掩地抱粗口 正大炮 你他妈二逼吧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 你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是吗 还想当我父 你算个屁呀你 郑成远 你翅膀硬了 有本事了 嗯嗯硬得很 我告诉你正大 炮 好话来话已经跟你说尽了 你也别给脸不要 老子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 扔得到你惦记 别妄想了 电话那头沉寂半晌 堂哥阴森森的威胁传来 你别后悔 我有的是办法拿捏你 我呵呵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拿捏我 电话挂断 我一看微信 唐嫂给的五千块已经到账了 还有唐嫂给我私发的语音 小远 你在哪个酒店 哪个房间 嫂子刚洗完澡 哦 真恶心 我回了一个恶心玩意给我滚 然后直接截图保存 这也是证据 十五 搞完这些 我立刻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 做亲子鉴定 等待报告的几天 我在思考 要不要立刻报警抓唐哥 后来仔细推敲一下 不成 私生子之事 肯定也是个王炸牌 晚点一块出了 没准能超级加倍呢 现在把他弄进去 那也就只能垂死一个 前世协助处理我尸体的唐嫂和伯母 我岂有放过的道理 我这个伯母 一直把儿子当眼珠子看 唐哥刚当个工厂的班长 他就天天跟邻里炫耀 骄傲的不行 他儿子说一 他不敢说二 既然如此 我就来拨捧杀 给他炒作一下 十六 我联系了几个村里面私交不错的朋友 逢人便说郑大炮当上班长了 而且厂长很看重 不久的将来可能升作业长 并让他们时刻关注我那个伯母的反应 结果反应还没来 伯母炫耀的电话打进来了 小远 我是你伯母 怎么 开始躲着我们了 要不说你这孩子目光短浅 活该一辈子都没出息 你知道你堂哥当上大班长了吗 知道他要升作业长了吗 知道作业长一个月多少钱吗 八千一个月 还嫌弃我家孙子这样那样的 你能抵得上你堂哥一半吗 我告诉你 你侮辱我孙子的事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等你堂哥出人头地了 我就把你家的破房子买下来 让推土机给推了 让你们永远没有祖宅 活该你绝子绝孙 我拿着手机 笑得肚子痛 你笑什么 我问你笑什么 我看不见电话那头的人 但是也能想象得到 对面那副张牙舞爪的模样 恰好 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出来了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看了一眼鉴定结论 匹配度99.9% 鉴定唯有血缘的父子关系 这特么不就妥了吗 我直接打开免提 电话那头大伯母还在乌言慧语地骂 我直接打断他 别骂了 老太婆 你说你得意的什么劲 你儿子是你儿子 可你孙子是你孙子吗 你什么意思 我把鉴定结论 发到了沉寂了好几年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里 同时让朋友通知韩双胜 赶紧撒鸭子跑路 伯母半场没有说话 一说话就是王诈 小兔崽子你要死啊 这种东西都敢造假 造什么假 老太婆你看见下面的红章了吗 带法律效力的 真是可悲啊 疼了十几年的孙子 还不是自己的 白给他买奶粉 买衣服 买糖 买手机咯 哦对了 他还花了你一年的养老金 买了台学习机 结果三天就给弄碎了 最后考了个倒数第八 哈哈 你你 别我我我了 这绿帽子又不是我给你儿子戴的 哦对了 建订费还是你儿媳妇掏的呢 还有还有 他还洗好澡 想来酒店找我呢 等着我呀 我把截图发群里 我把聊天截图也发到了群里 此刻的群聊 静得吓人 我这才深刻的体会到 什么叫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儿杂 儿杂 电话那头传来的几声恐慌的喊叫 电话就断了 十七 好戏 我是不能亲自去看了 安全第一呀 但是可以委托我同村的朋友看 我朋友给我充当起了直播者 卧槽兄弟 出大事了 你堂哥拿着菜刀找韩霜胜去了 呼 还好 那家伙跑了 卧槽完了 你嫂子被砍了 进医院了 卧槽了 你堂哥杀疯了 你侄子也被砍了好几刀 你伯母拦不住 打击太大 晕死过去了 我瞧着像中风 兄弟 这是真控不住了 压得特警都来了 要活着你堂哥 事情有变 你堂哥跑山里去了 我听特警们说 情况特殊的话 可以直接崩死他 你堂哥被抓了 好家伙 腿被打个窟窿 叫得可惨了 最新消息 你嫂子和你侄子伤势过重 死了 你来吊直播 得了 你伯母也完蛋了 脑出血没抢就过来 18 一天时间 翻天覆地 堂哥一家 从人间直接坠入了地狱 堂哥这边 估计死刑跑不掉了 但是我必须给那个被杀的保安 也讨一个说法 我来到了警察局 按照规定 我是不能见堂哥的 可以有重大的线索提供 可以破例面见犯人 堂哥一见到我 眼睛瞪得比牛犊子还大 小远 你嫂子的事 我谢谢你 我差点白给别人养一辈子儿子 你 是来替我说情的对不对 他们肩负淫妇 他们活该死 我没错 我是替天行道 小远你想办法 让我少盼几年 我出去了 给你当牛做马 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少盼几年费劲 多绷几枪 我觉得有戏 堂哥 警察同志 我怀疑他 在十几年前 杀了我们附近钢厂的一个保安 前阵子他威胁说 要把我杀了陈氏粪池 我有理由怀疑 那保安的尸体 就在粪池 堂哥吓傻了眼 慌张辩解道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 保安根本不是我杀的 他是追我的时候 摔倒摔死的 我只是分尸把他扔 话到一半 堂哥这才反应过来 扑过来就要掐死我 郑成员 你他妈的搞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警察很快一拥而上 摁住了他 面对着抓狂的堂哥 我淡淡道 做鬼之后 什么都做不了 不用吓我 这点我比你清楚 说完 我潇洒离去 后来 警方果真在粪池 挖出了那堆骸骨 一年后 堂哥被执行死刑 彼时的我 工作顺利 没了糟心事 每天都能一觉到天亮 大仇得报 此生 无憾了 全文完